大家好 今天2021年7月2日星期五 有我周天慧和我周庸 继续和大家分析时事的 Robert 未与囚谋是有必要的 我们星期三那集才刚刚说完 香港一定要慎防进入恐怖年代 昨天回归日 竟然有个狂徒在铜锣湾 用刀刺伤警员 之后自己可以插自己的心脏死毁了 究竟面对这些防不声防的襲击 港府应该怎样去应对 我们先看看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昨晚9点多钟 有一名机动部队警员 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对开站江 有个男子 有个男子突然在他身后 拔刀扩插警员的背部 这个男子是50岁姓梁的 之后他用刀插自己的心脏 送院后就身亡了 现在这位28岁的警察 情况严重 当时一个叫做看中国的频道 在现场直播的 如果你只是看那条片 你真是以为 他知道有事发生 因为突然间拍着那两个警察 不停地拍着那两个警察 然后有个人在镜头前 插进去 看得很清楚 他拔刀的 问题又真是 我都没有办法可以说 究竟那个警员是 其实你没有办法可以避免 真的是避免 因为你是在望灵海岛 你四面受敌 这些真是很恐怖的事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就说他在疑空家里找到的电脑 物品显示他受到分化和激化 成为孤狼 即是Lone Wolf 认为这一宗是Lone Wolf式 即是孤狼式的本土恐习事件 他也批评背后 煽动仇恨 鼓吹暴力的人要为事件负责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他说平日很多人不停鼓吹暴力 煽动仇恨 煽动憎恨社会 煽动憎恨国家 以及美化这些暴力行为 美化这些袭击行为 其实这些正正是导致 今次不幸事劫的主要原因 除了兇徒要负责之外 这些背后的推手 这些人亦都是满手鲜血 希望大家对这些人予以遣诈 大家都真的 你见整整天 你见根本 由朝后早 大家整个警队 差不多一万人左右 严阵去戒避 整件事有风为远 大家都没有想到 去到九点多钟 你真是很生气 说真的那句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截至昨晚九点钟 在铜锣湾天后 旺角 王大仙一带 最少有19人被捕 涉嫌做什么呢 涉宜管优 访罚製火器 即是枪 即是管有 攻击性武器 侮辱國旗涉嫌分發煽動刊物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等 到現在大家看得很清楚 如果有特別日子 無論如何都會有些零聲的亂事 如果警方不是握政來做任由放縱 老實說大家都不知道環境會變成怎樣 香港又再會亂 所以竟然有人說警方重兵戒備 令市民無法達到訴求 才會有這些暴力發生 你聽到是否穿到暈了 今早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聽商台 我只聽到第一個半小時純粹說這件事 就叫觀眾首先不要戴有色眼鏡 不要自己去演繹 他就叫大家聽眾不要首先去猜測 為何他要做 究竟是否背後有沒有人 然後在第二個半小時 他們用一些蛙虎虎的說法 我自己聽完後我心裡真的很不舒服 他們就說我們都希望 這個警察可以盡快康復 因為這件事不是一個個人問題 即是現在不是一個個人仇恨 我們現在說的是一個社會整體的問題 不應該將一些東西加注在一個個人身上 我們都希望他可以盡快康復 我聽完之後我直接生氣到 我自己心裡在想 你叫別人不要政治化 你想想看一段影片 人家正在做 人家正在當牢 你想想如果你們突然間在開工 突然間有個人走過來 一下子插在你身上 然後你想想 那個人是警察 人家也是打工 如果那個人是你們的家人 你會否可以說這些話 其實他說的話就好像聽起來 寫出來沒有問題 但語氣差 這個又回到那件事 即是你做媒體的話 即是商臺 其實有沒有高層 那些高層為何不去 即是說一下 告訴那些伙計 你們做事不要那麼涼薄 不要做這些事情 即是香港 去到這些話題 是不是大家放開懷抱 希望大家不要再搞亂香港 所以商臺今次這樣說 老實說我又聽不出是誰說的 我亦都不想說 因為是誰說誰說 但是商臺自己應該去看這件事 我亦都呼籲 如果你們有聽到節目 可以向廣播局投訴 因為老實說 這些說法是不應該這樣說的 說真的那句 你們經常說 因為市民 因為你們不批市民出來 去宣洩自己的不滿 所以 大家都不想有這樣的事 這件事 去到個人也不應該的 沒有理由 因為你說警方重兵戒備 令市民無法表達訴求 才有暴力事件發生 老實說 空手所做的事 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們是否想香港 去到一個恐怖的地方 有這些恐怖事件 所以我在這裡 特別跟商臺說 大家都是做傳媒 收下巴口 不要這樣 不要亂說話 有時做人不要那麼涼薄 不過大家 說真的一句 其實大家都應該記得 我們星期三有說過 6月29日 O記拘捕了兩名男子 有說到找到他們 有家裏檢獲爆炸品的原材料 以及一些製造槍械的部分 因為他們在Telegram上 亦有討論如何製造炸彈 以及槍械 他們亦在他們自己的Facebook上 揚言說會殺一些知名的政治人物 以及血洗警署 然後昨天 有人在禮賓府附近的 下阿里北道 邪波道 投集了幾瓶熱言物品 包括打火鍋的氣體 還有白電油 然後就有火警了 你告訴我 這些其實是否一連串 大家便會覺得 哪裏有這麼誇張 昨晚插兇圖 現在死了 插警察那個 怎可能背後有人操控 你怎知道 沒有人知道 今天講到這裏 大家都一定明白到 昨天是一件非常不幸的恐怖襲擊 我講清楚 是恐怖襲擊 這件事發生了 我們一定要做一件事 無論你是哪裏 大家一定要譴責暴行 而希望香港不會再有這些事情發生 你如果不喜歡的話 就像很多人一樣 你便移民 你傷害人做甚麼 老實說 英國佬又讓你去 加拿大、澳洲 亦都放寬了 不如自己真的不行便離開 今天早點來到這裏 我們希望受傷的警員早有康復 雖然他目前已經脫離險境 不是危殆 是嚴重 但我相信是很傷 因為他插傷了肺 我們希望週末 我們可以聽到他康復 希望是這樣 下星期一我們再和大家見面 OK 拜拜 拜拜 拜拜